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随着高级官员的清洗 中国的习近平是否陷入困境 几乎没有 中国贸易萎缩的幅度收窄 提振了经济复苏前景 但仍面临挑战 韩国就涉嫌将朝鲜人遣返朝鲜 向中国提出抗议 我们什么时候会知道 给予议会发言权公投的结果 青年团体创始人表示 在公投结束后感到宽慰 因为Facebook被淹没了 请大家收看 随着高级官员的清洗 中国的习近平是否陷入困境 几乎没有 日本时报 习近平政府最近清洗了两名高调忠诚的成员 引发了对他的权力和决策能力的猜测 然而 专家们认为 中国的缺乏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并不一定意味着习近平面临艰难时期 中国贸易萎缩的幅度收窄 提振了经济复苏前景 但仍面临挑战 CNN 根据海关数据 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在9月份 已较慢的速度下降 这是连续第二个月 出口同比下降6.2% 超过了预计的7.6%下降 而进口下降6.2% 与预计的6%下降相比 这些数据表明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能正在逐渐稳定 然而 中国经济面临通缩压力 长期的房地产危机 全球增长放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挑战 韩国就涉嫌将朝鲜人遣返朝鲜 向中国提出抗议 日本时报 韩国对中国涉嫌强制遣返大量朝鲜人表示抗议 这种遣返违反了国际规范 韩国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 有报道称 被遣返的朝鲜人面临着在朝鲜当局手中的监禁和虐待 我们什么时候会知道 给予议会发言权公投的结果 澳洲 ABC 澳大利亚将于10月14日首次举行宪法公投 这是24年来的第一次 如果全国至少一半的选民投票赞成 并且六个州中至少有四个州的选民投票赞成 公投将通过 预计投票结束后一两个小时内将公布结果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将提供完整的结果服务 包括每个选区获胜方的预测 青年团体创始人表示 在公投结束后感到宽慰 因为Facebook被淹没了 澳洲 ABC 澳大利亚原著名青年基金会 Gindle Foundation 谴责了在社交媒体上 关于传统编织的帖子上 收到的种族主义辱骂和负面评论 该基金会分享了一段年轻人向 N-Garangery长者学习编织篮子的视频 旨在让年轻人与原著名文化建立联系 然而 该帖子收到了超过300条评论 其中许多包含种族主义辱骂和对即将举行的公投的提及 共同创始人保利 范登伯格对年轻人如何应对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种族主义表示担忧 他表示 这进一步凸显了澳大利亚种族主义问题的持续存在 范登伯格希望一旦公投结束 澳大利亚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平静和进步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来自中国 澳大利亚和韩国 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和分析吧 首先 许多人对中国总书记习近平政府最近的清洗行动产生了猜测 认为他可能陷入了困境 然而 专家们认为 中国政府的不透明和不可预测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习近平面临着困难时期 毕竟 习近平在中国政坛的地位依然稳固 掌握着强大的权力 接下来 我们看到中国的贸易萎缩幅度 正在收窄 这对经济复苏的前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然而 中国的经济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如通缩压力 房地产危机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此外 韩国对中国涉嫌强制遣返朝鲜人表示抗议 这种遣返行为违反了国际规范 韩国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都知道 朝鲜的人权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这次事件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此外 澳大利亚将于10月14日举行宪法公投 这是24年来的第一次 这次公投的结果将对澳大利亚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而在公投结束后 一个青年团体表示 他们感到宽慰 因为他们认为Facebook上的讨论 对于传统编制的帖子来说太多了 这再次凸显了澳大利亚种族主义问题的存在 并希望公投结束后能有一定程度的平静和进步 总而言之 这些新闻展示了中国 澳大利亚和韩国 目前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和挑战 然而 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的希望和机会 让我们一起思考 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未来出谋划策吧 现在 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对这些新闻的看法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面团中的一个小帝 但是这次电邮会认为 然后再谢谢大家 去订阅